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邻居家太老教我的传统偶合做法 在邻居家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皮包现鲜出锅,小朋友抢着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跟着滔天的视频做起来吧 空盆子里先取300克干面粉 加2克酵母粉 4克食用盐 用筷子搅均匀 再分次倒入170克温水搅成絮状 咱们今天和面加酵母粉不是为了发面 而是为了让饼皮更加柔软不发映 一直搅拌成这样软硬适中的面絮状就可以了 下手将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揉到表面光滑没有明显的颗粒感 这也是偶合饼皮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千万可别偷懒了 扣一个空盆子松弛20分钟 准备好的肉馅里加入两克调和面 3克盐 3克鸡精 5克老抽 5克生抽 15克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用筷子搅一搅让肉馅充分将料汁吸收掉 然后放在一旁淹20分钟 取半根去皮的莲藕擦成细丝 再切成小粒 收进装有肉馅的盆子里 再来半碗胡萝卜粒增加营养 半碗葱姜末 两克盐 一大勺熟菜油 搅拌均匀咱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面团松弛好后搓长搓细 分成几个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将所有面剂子揉成光滑的面团 擀成薄厚均匀的大面饼 搅几勺馅料放在饼皮中间 对折后封口咱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烙前先把饼称预热三到五分钟 再倒点食用油刷开 放入生胚烙熟 喜欢吃油炸的也可以多倒点油炸熟 给表面刷点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转中火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再烙两分钟 等再翻两次面烙三四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烙的偶盒皮包馅鲜非常好吃 不爱吃饭的小孩也会抢着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